台灣四周環海 漁產多元豐富 透過漁貨拍賣場 可了解當地漁業 各漁市場有其特色 建物承載歷史記憶 了解背景才知道它的魅力 它是漁貨供需運銷的載具 讓賣的人買得到 賣的人賣得掉 運銷體制擔負著 不同時代背景與任務 早期會平易於嫁及避免剝削 只限漁貨主及承銷商入場 漁貨主須帶識別備贓 承銷商要繳保證金 經登記且發許可證 並禁止漁棍混入 讓我帶你走訪幾個漁市場 新型天車式蟹魚機 硬體規格符合歐盟規範 如髒口的魚 當年處於市場外 還有理髮市育廠住宿郵局 相當於101 560年代有香魚調配站 統籌分配全國漁貨 穩定了漁價 也提供國民健康營養 但這段歷史幾乎快被遺忘 難言被歲月摧殘的痕跡 漁航聚集而成 此時花燈初上 如沉睡女子 毫不顯眼 午夜過後慢慢熟醒 如煙火般爆發 照亮基隆夜空 月夜月美麗 跳唱是靈魂人物 先度與時間妥協下儀式 分工精細 電腦與人工相互搭配 高齡105歲的燕姬 是文青新樂園 不說你不知道 她也曾出生瑜伽 輕旅行中意外發現 隱身舊接的老漁士 如蒲玉般的禁秀 聽了她聲勢 更深聯繫 曾見證當年漁夜凡聖 和居民閒聊時才知 日治時她也塵射過漁市場 這些樹都稍微看 不過中間就要保護 保護這個文化 撈捕海烏魚的龍頭 像是青板的日本築地 有得黑色不認證 聞不到魚腥味 如同財貌兼備的名門閨秀 遠洋漁獲集散中心 油尾秋刀雨的漁獲量 稱霸世界翱頭 身為遠駁的旗艦港 沿淨海漁獲集散地 連小白鹿也抵不住 本地海鮮的誘惑 說明了高雄早就已是漁業的南霸天 老見物已拆除 景物只能殘存於記憶 美味的魚扇 來自於漁民集運銷人員的心情 內心的感動 讓你每口都是珍貴 讓你每口都是珍貴 為何不只珍貴 為何不只珍貴 為何不珍貴 為何不珍貴